今天介绍的小可爱在去兼职打工的路上 只因家中欠了高利贷的钱 被追赶到只能找地方躲起来 就在地痞流氓追到小巷里试图找出他的踪迷 花匕首小弟骂骂咧咧的说这小兔崽子可真能跑 三个流氓追丢了小可爱 戏得踹纸箱 这小东西跑得可真快 要是被我们抓住有他好伙子吃 接着又换了个方向去追 但他们也想不到 小可爱就躲在他们站的底 小可爱小心翼翼的推开废弃柜子门 谨慎的看着外面的追赶流氓跑远了没 看着安静的街道 终于才松了一口气 差点以为这次会被抓到 小可爱庆幸的说终于活下来了 此刻兼职的餐馆正值吃饭高峰期 生意好到火爆 小可爱急匆匆的终于赶到店里 对不起我来晚了 金发老板在厨房忙到热火朝天 问他怎么来这么晚 小可爱连忙道歉 路上遇到了点事 金发老板问什么事 不是什么大事 非常抱歉 迟到了 老板说 难道是那帮流氓又找你吗 他们知道你在这里了 小可爱解释没有被发现店铺 你知道我跑路很快的 老板替他松了一口气 你没被抓到真实惯性 快去干活吧 正好五号桌点名要两瓶烧酒 小可爱回应马上来 开始工作 给点餐的客人送餐饮料 一边还要在后厨刷碗 刷好还得三号桌收拾一下 另一边还得到搬垃圾去丢 忙到很晚擦桌时 小可爱劳累了一天 眼皮忍不住都在打架 旁边的帮工女孩都看到她累得站着 都在打瞌睡了 老板让她要不提前下班回去早点休息 小可爱强忍住睡意 揉揉眼睛 抱歉 我会把善后工作忙完再走 这是她今天最后一份兼职了 女孩问欧巴 你到底做了几份兼职 小可爱说算家教和等级教学 应该有四个 女孩说你这样会容易早挂的 半夜下班回去的路上 小可爱算着明天一天的兼职工作 还想要是能再接一份家教就好了 看着灯火通明的风景 不由地放空思绪 剩下明显的饥饿感 晚上都没有时间吃饭 第二天早上 小可爱纠结着 想吃的三明治好贵 要两千韩元 生活不易 只能叹气 思考了一番 这个月手头紧 省钱第一的小可爱 最后还是选择了便宜的紫菜饱饭 三明治下个月再吃吧 再去教室的走廊上 突然背后有人叫住了她的名字 小可爱转过头 小可爱问有什么事吗 原来是同系同学来叫她教聚会费用 小可爱玩具了 表示那天她有事要去监职去不了 抱歉 说完便转身离开 又去上课了 同学还想说等等 即使不参加也要交费 身后另外一个同学拉住了 说你没和她同过课 知道 她在我们系很有名 听说她的家人欠了高利贷很多钱 所以现在到处兼职 还有一次像黑社会的家伙 追到学校来找她 就没人敢催她交费了 她那种情况 怎么可能有钱来聚餐 估计连吃住都是个问题 别管她了 小可爱无奈的叹气 没想到大家都听到了 消息传的可真快 不过这也没办法 离上课还有十分钟 还是先密会吧 晚上兼职家教的学生问 老师你有女朋友了吗 小可爱愣住了 这跟我们的课有什么关系 还是专心上课吧 红发男孩坚持问有还是没有 小可爱无奈的回答 没有 红发男孩有点不信 仔细打量了一下小可爱的穿着 老师长得还不错 但穿着有点土 撑着下巴又说 我妈不是给了你很多家教费吗 还伸手谈了小可爱的衣服 别每天穿一样的衣服 多买点好看的新衣服 小可爱微笑着表示知道了 我们继续上课吧 话题又绕回讲题上 男孩觉得瞬间无趣 结束家教工作时间 等待电梯的小可爱松了一口气 集中经历辅导学生比上课还累 不过 这可是好不容易找到的家教工作 可不能被炒鱿鱼 希望能做得久些 想到被学生提到的衣服 低头打亮着衣袖 虽然我没几件衣服 但也不是每天都穿一样的 刚好电梯到达小可爱在的楼层了 小可爱心里还在想 每当心中动摇时 他就下定决心不能伤害别人 正要走进电梯门 前方迎来了一个高大威猛的身影 小可爱停住了脚步 仰头看向像高山大的人 不由惊叹 这个人好高啊 来了来了 我们的男主他来了 男人高冷地看着 身高不到他肩膀的小可爱 小可爱遇上高山大的霸总 又会擦出什么样的爱情火花呢 二人出于电梯口 小可爱看着比自己还要高大的霸总 霸总表情有点凶巴巴 压迫感的视线 俯视着身高不及肩膀高的小可爱 小可爱进入电梯 有点紧张到不敢说话 偷偷瞄了一眼 身旁在玩手机的霸总 虽然我个子不算矮 但站在这个人面前 需要抬起头才能看到 不敢有人偷瞄 霸总斜眼看去 小可爱立马转头 假装看着电梯 到了一楼 小可爱率先出来 想着要快点回家洗作业 然后早点睡觉 忽然抱在怀里的课本 掉落在地上 就在他弯腰下解释 霸总的大脚 从课本上面直接踩过 小可爱看着无情离去的背影 想说啥都气傻眼了 太过分了 虽然是我不小心弄掉了 但幸好没有踩坏 第二天早上定点的闹钟响了 一只手摸索向碎屏的手机 小可爱睁开朦胧的眼睛 看一下时间 起床深恶的懒腰 再困也得起来兼职上班了 就在下楼梯时 房东太太叫住了小可爱 早上好 房东太太 房东太太投诉小可爱 每天晚上那么晚回来 八点之前回来会出大事吗 并说她都是晚上九点睡觉 你知道上楼梯发出的声音 有多让人在意吗 小可爱无措抱着小手手赶紧道歉 我会多加注意的 听说了小可爱早上遇到的事 多喜替她打抱不平 小可爱说没事的 我以后会注意点 可是房东居然连锅炉坏了也不休 让你开店热谈 哥哥冬天不是很辛苦吗 小可爱说没关系 因为房租便宜他可以忍 想起来多喜还要九点去上课 多喜看了一下 时间有点紧凑了赶紧跑 多喜跑到门口和钢筋店的爸总擦肩而过 缘分总是来得这么巧 小可爱也没想到会再次遇到爸总 爸总依旧顶着看似冷酷 略带几分凶巴巴的表情 点名要一杯美食咖啡 小可爱顶着压迫感有点慌 回想一下这张熟悉的脸 不是昨晚电梯里遇到的那个人 居然在这里又遇到了 会不会是我认错 再看一下 一样的人 还是熟悉的凶巴巴表情 确认无误 但爸总好像盯着小可爱的方向 小可爱莫名被看得心慌慌 为什么用那种可怕的表情看着我 回头又想 估计是预事不顺吧 下午在面馆快餐店兼职 微笑着将面端送到点餐的客人桌上 老板坐在另一旁 听着广播天气预报 转过头叫住小可爱 让他去外面看看情况 小可爱有点一头雾水 原来一辆轿车停在店门口 老板让他把人赶走 小可爱打开门 还真的是车子挡住店门口了 上前敲了敲车窗 试图看看车主再不在 可是不管他怎么敲车窗劝说 也看不到车里面究竟有没有人在 小可爱有点着急 没办法了 只能趴在后座车窗上 试图看看里面到底有没有人在 小可爱还没发现 车窗已经缓缓打开下架 尴尬的一幕出现了 两眼相对 缘分总是这么巧的又遇到了 一个惊呼这人怎么在这 另一个盯着眼前 莫名其妙窥窗想干嘛的小家伙 小可爱吓得后退一步 你在里面啊 却不想追债流氓 居然在这个时候出现了 一个小弟看到了目标 大哥 那不是我们在找个家伙吗 小可爱吓得浑身一个机灵 察觉情况不妙 立马转头开跑 顾不上劝说某人把车一走 逃命要紧啊 追债流氓看人要跑 正要上前追 旁边大哥叫住 看样子这家伙好像在这附近店里打工啊 大总下车一脸不爽地看着莫名其妙出现 又打扰他的家伙 臭小子 干什么的 话说上级被地痞流氓追债的小可爱 今天有意外之喜的收获 哇塞 小可爱的朋友把这单车送给了他 不可置信的问 哥 这真的可以给我吗 没错 原本也是打算卖掉的 正好你需要 当然要给你了 小可爱开心极了 太感谢你了哥 刚好下午有时间可以去送货 朋友说 可是没电动车 骑单车送货会有些吃力哦 小可爱只能尴尬地解释下午的坚持吹了 因为地痞流氓 找到了他坚持上班的店里 去现场闹着问老板找他 本来以为甩掉了那些人 回到上班的店里就没事了 可是老板一气之下将他给紧过了 这个月的工钱你也别想要了 原来如此啊 朋友有点唏嘘 讨债流氓那些人之前不是找不到你吗 最近怎么总能找到 小可爱情绪低落地说 我也不知道 朋友说该不会有什么可疑的人跟踪你吧 这一提醒小可爱猛地抬头 好像有 什么 小可爱惶恐不安地说 从几天前开始 每个兼职的店总会有那个人出现 穿着正装 个头也大 课外辅导也遇到 咖啡店兼职那个人也过来 用很可怕的眼神看着我 这该不会就是讨债那些人的眼线吧 我该怎么办 万一被抓走我就死定了 朋友劝着 冷 冷静点 如果他再来找你 你一定要跑知道吗 对了 我现在有自行车了 有信心不会被抓到 朋友半信半疑地问 是是那样吗 而此刻 霸总一脸不爽地 刚从家里出来坐在车上不久 啪的一声 父亲气愤地将信封甩在桌上 你到底怎么做事的 一说起你这家伙的花边绯闻 我就快烦死了 幸好公关部把文稿拦截下来 霸总无所畏惧地说 我还以为是什么 不用打开也知道了 霸总问是白昭西吧 助理摇摇头 老父亲一脸问候 不是吗 难道是那个什么波音语 老父亲的火苗蹭蹭蹭地往上涨 助理还是摇摇头 霸总拿起照片一看 是蔡西云啊 要拍也要拍得好看的 真够无聊的 至少要传点丑片新闻啊 都这么大一个人了 见个面有什么大不了 父亲被霸总也吊耳铛的样子 气得血压都要上手了 老父亲训斥 我不管照片的人是谁 把你和那些女人的关系 全部处理干净 霸总嚣张地表示 自己不想遵守 所以不犯约定 气得老父亲火冒三丈啊 助理边开车边说 但按照会长的意思 最近还是注意点好 即使是C生活 对面是艺人的话 暴露的风险也高 霸总瞥了眼照片信封 觉得很有可能是 最近有人在跟踪他 光是看着照片拍摄的脚铁 助理问有怀疑的对象了吗 而这边小可爱非常开心 下午送货 赚到了三万韩元 虽然第一次送有些混乱 但还是赚了不少 饿了一天 肚子咕咕咕的传来抗一声 小可爱这才想起来 自己还没有吃饭 踩上单车 还是觉得先回家吃碗杯面 再去课外辅导好了 霸总本来还在想 这照片的救星拍摄时间 应该是最近的 好巧不巧 小可爱的单车 出现在轿车旁边 霸总瞥了一眼 小可爱气喘吁吁的 停在旁边的红绿灯 未曾想瞄了一眼旁边的车 确认过眼神 是那个可怕的跟踪追战人 霸总也想起来 小家伙最近有经常出现在他面前 小可爱吓得立马踩车 狂奔快跑 出现了 那个可疑的高利贷 霸总也没想到 小家伙居然逃跑了 立马让助理开车去追 狭路相逢便是圆 一个认为对方是 讨债流氓的眼线大哥 一个认为对方是 跟踪偷拍的狗仔 吓得小可爱掉头开跑 上眼一目他逃 他追 他插尺南飞 两人在大街上紧紧相追 小可爱还不忘回头 看看后面的车 是否跟上来了 聪明的跑进狭窄的小巷街道 赶紧躲起来 车子跟丢了小可爱 霸总气得觉得离谱 连个单车都追不上 这像话吗 助手也是第一次 见单车骑这么快的 没办法也只能掉头离开了 却不知道小可爱 就躲在不远处的垃圾桶里 小可爱大喘着气 小心翼翼地揭开翻盖 看看人走了没 确认霸总的车离开了 这才松了一口气 差点以为要被抓到了 啊 得去上家教课了 小可爱顶着浑身脏兮兮的模样 出现在家教的学生面前 学生觉得很离谱 老师就这个样子来给他上课 你是来开玩笑的吗 小可爱赶紧道歉 路上出了一点小意外 下次不会了 好不容易结束下课 小可爱叹气地回想 今天实在是有点倒霉 而且今天一天下来 都还没有吃过一顿饭 肚子都在抗议 要不去买个便宜的三角饭团吧 打开钱包 想看看还剩下多少钱 不料500人韩币 不小心掉进校车底下了 爸总刚好在和别人通电话 一手拿着手机边听电话 一手插兜边走下楼梯 走进车前 就看到一个看似鬼鬼祟祟的人 在他车底下不知道成啥 小可爱趴在地上 还在喃喃自语努力地找硬币 还差一点就可以拿到了 爸总出声 你在别人车旁边干什么 小可爱立马抬头 对不起 我在找东西 原 是妙不可言 两人目光相对 场面陷入静谧的尴尬 小可爱第一反应就是快跑 追债大哥又来了 爸总立马迅速追 小兔崽子居然又来跟踪我 正好逮个正招 爸总说 臭小子 你认识我吧 小可爱大喊 不认识 你是谁啊 干嘛要追我 爸总说别装算了 小可爱说真的不认识 救命啊 小兔子跑得贼溜快 爸总追不上 小可爱看到前面路口停着货车 立马跑上去 迅速地跳上货车后箱 刚好绿灯亮了 说自己前开走 爸总停下来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小可爱 他顺风车跑了 爸总轻喘着气 看着离去的目标 心里吐槽 怎么会有人吃饱没事做 就是为了逃跑 小可爱还回头看看 还有人追捕 终于得救了 多晚没能抓住逃跑的小可爱 今天爸总在去上班的路上 电话联系助理帮他找一个人 回想起来 碰见小可爱不止是一两次 在家附近居然遇到两回 爸总就觉得好气 感觉对方好像是在挑衅他的耐力 犹豫气得的想太深入 前面突然出现一个人 猛的一个急刹车 爸总下车寻看情况 突然蹦出来 找SIM 小可爱解释 他看到人行信号灯亮了 才过的人行道 缘分啊 今天两人又遇到了 小可爱吓得起身赶紧跑 大喊救命 爸总在后面紧追 你给我站住 你现在停下 我就放过你 小可爱在前面拼命逃 我信你个鬼 跑进洗手间跳窗逃跑 还不忘关上门 爸总一脚用力砸开门 别以为关上门 我就抓不到你了 小可爱都快哭了 这人怎么这么难缠啊 爸总今天发誓 一定要逮住人 一个发力前扑 小可爱的运动鞋掉落了一只 爸总狠狠地将小可爱 压制奔住在地上 终于抓到你了 你可真是能把人逼疯的纹领 我们也算老相识了 你就老老实实 别再想逃跑了 一手抓起小可爱的头 让我看看你长什么样 小可爱已经吓得哭着求饶 大哥 我真的一分钱也没有了 求求你放过我吧 我不会再逃跑了 爸总一脸猛逼 小可爱求饶表示 不知道他爸爸在哪里 欠的钱一定会还 爸总一头雾水地打起问号 什么钱 爸总单膝跪地 摸着小可爱的头问 你是谁 欠我什么钱 小可爱满脸泪花哭着说 我爸爸借的我不知道 小可爱搓着手手 哭得可怜巴巴 高利贷的大哥 求求你饶过我吧 被误会是高利贷讨债的爸总 头疼地捏捏眉间 所以 你以为我出现在你兼职的地方 是高利贷的人 小可爱回答是的 解释清楚 双方都误会对方的身份 小可爱觉得很抱歉 但大哥 你是做什么的 爸总抬眼散漫地说 公司职员 看不出来吗 小可爱赶紧道歉 对不起 既然误会解除了 两人就此别过 小可爱开心地松了一口气 以后出门 终于可以稍微安心点了 下午小可爱在停车场兼职上班 今天的工作是给给进出的车辆 指挥停放位置 小可爱有点累得擦擦汗 终于等到下班结束时间 忙了一天饿得肚子咕咕叫 得快点回家吃饭才行 被爸总扑倒扭伤的脚 还有明显的疼痛感 本以为要结束工作离开了 又进来一辆轿车 小可爱尽职尽责地对车主说 地下一楼已经满了 需要下楼 没想到拉下车窗的人 居然是之前一直在追找他的高利贷混混 讨债流氓全部下车追赶 掉头就跑的小可爱 小可爱拼命地跑 一定不能被抓到 不然我就完蛋了 扭伤的脚腕还没好 跑得太急再一次晚上了 就在楼梯转角处 小可爱不小心撞进了来人的怀里 后退一步道歉 对不起 搞什么 来人声音在他头顶上传来 小可爱喘着气抬头一看 原来是爸总啊 爸总插头低头看着小可爱 你怎么在这 小可爱认出了爸总 也有点惊讶地往后退一步 但身后又传来追着 他的地痞流氓的声音 小可爱情急之下扑进爸总的怀里 寻求帮助 拜托 让我躲一下 爸总无语了 哈 这又是唱的哪一出 低头问 你想让我怎么帮 但看到怀里的小家伙 害怕得瑟瑟发抖 但还是心软了 回手搂住怀里 惊惧不安的小可爱 追债的流氓出现在这层楼梯口 继续往楼上去找人 完全没发现他们要找的人 就躲在爸总高大的怀里 爸总抱着怀里发抖的小可爱 放出一点视线观察 确认人都已经离开了 才对怀中的人说 可怕的大叔都走了 你想抱着我到天亮吗 小可爱精修地抬头后退 谢 谢谢你 看着小可爱害怕得腿都站不稳 便一把扶住 是你之前说过的高利贷 原来是因为那些人才害怕成这样 话没说完 小可爱便晕倒地倒进爸总的怀里 看着安详闭眼昏迷的小可爱 爸总气笑了 他也没想到之前逃跑精力十足的人 今天居然晕倒了 上集说到小可爱为了躲避追债流氓的追捕 情急之下在楼梯间撞到了爸总 前有爸总后有追债 小可爱向爸总寻求帮助 爸总护住小可爱 想害怕到全身发抖的小可怜 抱进他宽度的怀里 不料小可爱躲过追债 活得安全后 却晕倒在爸总的怀里 等他醒来 却发现自己躺在陌生的环境里 吓得他一个机灵 立马坐起来观察周围的环境 原来在医院里 小可爱坐立不安得回想 这是怎么回事 难道我又晕倒了 抱着头惶恐的说 可是我没钱交药费啊 这时爸总拉开床帘 你醒了 你突然晕倒了 让人不知所措 爸总坐在旁边 小可爱结结巴巴的问 是你送我来医院的吗 爸总说 是 不是应该说谢谢吗 双手抱胸说 这个世道居然还有人营养不良 我今天真是见到这么多奇趣的事 小可爱呆萌的问 你在说我吗 爸总无语 当然是你 不然是我吗 爸总问 你一天吃几顿饭 有睡觉吗 小可爱老老实实回答 一顿饭 睡四个小时 爸总说 你想早思议就这么干 之前在我面前活蹦乱跳的 今天是因为脚受伤 没跑成吧 小可爱看了一下包伤好的脚 爸总又问你的脚 是怎么受伤的 小可爱说 是你追我那次摔伤的 原来是我造成的 爸总实话 小可爱道谢 谢谢你 你不仅帮我躲起来 还送我来医院 如果不是你帮忙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我可以问一下你的名字吗 爸总说 严太叔 小可爱小声地念着爸总的名字 爸总站起身给小可爱 办理出院手续 顺便送他回家 小可爱说 不用再麻烦你了 爸总回头说 是我让你的脚受伤了 总得把你送回去 爸总以监护人的身份 给小可爱办手续 小可爱没想到 爸总以他的监护人自称 不禁暗喜害羞 心仿佛连起浮动 爸总将小可爱送到租房的楼下 小可爱有些难为情 想感谢却不知道怎么开口 那 那个 看着小可爱还没走 爸总问还有什么要问的 小可爱心中忐忑地问 你专程送我回来 要不要喝点东西再走 还说 你是公司职员 还帮我交了医药费 真的太抱歉了 你帮了我这么多 如果今天不能向你道谢 我心中过意不去 小可爱害羞地问 你能不能再待一会 呆蒙小表情 简直击中爸总的心啊 爸总也是 被这可爱奇修的模样 看愣住了 不由得开怀大笑 小可爱不解地问 你笑什么 爸总摸索着下巴说 抱歉 没什么 捏着小可爱的下巴细细打量 昨天还被高丽带追 今天就邀请我去你家 俯身靠近小可爱 这么想感谢我 请我上去喝茶 小可爱呆愣愣地说 嗯 爸总俯视看着小可爱 不是说请我喝茶 带路吧 小可爱开着门说 家里有点小 如果感觉不舒服 就坐床上吧 爸总低着头 一手抓着门框 是矮了点 打亮了小可爱的住处 书桌摆着很多书 看到墙上贴着 很多学习的便签 心想 是因为他是个好学生吗 怕爸总无聊 小可爱问 我想问你 太叔 你在公司是做什么工作啊 爸总翻阅着书 敷衍地回应 秘书 小可爱还信以为真 原来是秘书啊 笑咪咪地说 还挺适合你的 突然看到书桌 一个粉色小猪存钱罐 拿起沉甸甸的粉猪罐 是他抢了你的饭吗 小可爱急了 红着脸说还给我吧 某人仗着身高 把小粉猪高高举起 硬实不给 争取下不知不觉 小可爱被包围了 爸总放下小粉猪 开玩笑说 怎么 怕我把它偷了 爸总突然将小可爱 推举到书桌上 双手照住小可爱 戏谑地说 所以啊 不认识的人 不要随便带回家 你这么单纯 万一我要干坏事 那可怎么办 小可爱微红着脸 不理解地看着爸总 爸总的大手 包揽住小可爱的小手 小可爱有点紧张地说 现在是认识的关系了 行行啊 小可爱 人家对你有所企图 你还傻乎乎地送上门 爸总俯身贴近环下的小可爱 哦 是吗 原来你想跟我变得更亲近啊 小可爱萌哒哒地肯定 当然想啊 送到狼口了 还傻乎乎地说 还记得我打工的咖啡店吗 下次你来 我可以请你喝一杯 爸总看着这说话 喋喋不休的小可爱 低头上前堵住 小可爱说话的小嘴巴 还不忘按住人家的小手 尝到味道的爸总 像只大尾巴狼 看着微红喘气的小脸 真可爱 邪妹带着欲念的眼神 看着小可爱 我想要这样吧 喜欢吗 没想到小可爱 小可爱居然反手抱着爸总 送上那么大 这可是你送上门的哦 毫不客气 捧起小可爱的脸 夹身那么大 就在两人迷情之下时 门外传来敲门声 小可爱瞬间轻情反应过来 门外传来小可爱朋友的声音 乳鸣啊 你在不在家 朋友提着餐盒郁闷地想 难道是不在家吗 爸总擦去小可爱嘴角的水字 小可爱推开爸总 要去开门 慌慌张张地说 奇怪 怎么突然来了 他估计是找我一起吃饭 还给爸总解释 他是很好的哥哥 经常给我送吃的 走到门口停下脚步 那个 你现在 要回去了吗 爸总从他身后靠近 抱住小可爱 大手抓住 搭在门锁上的小手 因为这小可爱 让我改天找你玩吗 就连平时凶巴巴的脸 此刻变得温和 那我下次 就去你兼职的咖啡店 去探望一下你 小可爱心扑通扑通地跳 正愣地看着爸总 上节说到小可爱 请爸总去他家喝茶 划开了爱情火花甜蜜的蜜 让小可爱忍不住回面 炸鸡都不想了 朋友看他吃饭 都没怎么动筷子 还以为他身体不舒服 问得小可爱摇头打笑 我没事 只是有点热而已 刚刚从你家出来 一个高大的 吓我一跳 还以为是高利贷 追到家里来了 小可爱尴尬的解释 释放了他好几次完语 但是一想起爸总 那张帅气的脸 小可爱不禁感到脸红耳赤 想想自己当时真是疯了 但是感觉好开心 想一直这样 太叔是不是也一样 还约定会来咖啡店找他 同样在一旁感叹爸总的高个子 小可爱则是掉入了爱情的置物 爸总回到家 刚沐浴出来 擦着浸湿的头发 好一个美男出于图 但一想到小可爱 那张呆萌的小脸 完全长在他的审美上 心中已是惦记上 这个软萌精致的小可爱 过了些天 小可爱在咖啡店上班 每次进门的铃声响起 小可爱期盼得立马冒出半身 看看是不是他要等的人来了 一看没有他想等 小可爱失落地垂下 软萌的小耳朵 原来不是太叔啊 再次打起精神认真刷碗 店长都忍不住问 今天有谁要来吗 客人一来 你看了好几回了 小可爱吓得洁洁派发 说明 心想自己的举动 有那么明显吗 空落的心情 让小可爱再想 已经三天了 什么时候才回来 直到下班 店长问时间这么晚了 要回家了吗 小可爱笑着说 不是 我要去下一个监职了 再见了 下午的监职地点 在一座豪华的别墅区 小可爱边整理着 上班的功夫衣领 别想今天太叔也没有来 心情低落的小可爱 会不会以后都见不到爸总 这时管家冒出来 安排小可爱去打扫后院 小可爱吓得一跳 马上去 小可爱脚踩在扶梯上 努力地在给玻璃亭上面 打扫卫生 管家说擦完后 还有给玻璃抛光 可是中间位置太远了 小可爱够不着 只能拿着清洁刷 坐到上面去弄 上面的视野非常开阔 小可爱心想 住在这样的地方 会是什么样的人呢 这还是他打扫过的房子中 最豪华的一组 正当小可爱 努力地在上面刷卫生 下面路过两个男友 其中一个白毛起了坏心理 不知道看小可爱 哪里不爽 只见小可爱背后 猛地传来众物倒地的声音 小可爱刚刚还在使用的扶梯 已经倒在地上 这就期不得安排上爸总上场 爸总此刻在家里 开着公司会议 职员提议 爸总近期要不要约金 会长打球 爸总此刻甚是不耐 那老头不是快不行了吗 还能打球 中途离开会议 秘书提醒他 用餐结束 还得回来继续开会 爸总直接让他 还不如代替自己坐在那 听那几个老头叨叨 好不容易来到安静的庭院独处 清静的环境 让他心情瞬间清静许过 忽然背后传来一个声音 那个非常抱歉 小可爱可怜兮兮地问 可以帮我把下面的梯子扶起来吗 爸总转过头一看 好家伙 你怎么在这出现了 小可爱终于见到日思夜想的人 开心的笑脸都要开花了 是太叔啊 你怎么在这里了 爸总也想问你 怎么在这 小可爱还以为爸总在这里工作 感觉好酷 爸总也想不到遇见小家伙 这一天到底干几分坚持 小可爱说 我还有好多话想跟你说 能不能先帮我把梯子扶起来吗 爸总看了脚边的梯子 这个嘛 因为要爬上去擦玻璃 梯子好像不稳道了 爸总摸索着下巴检查了一下 这个用不了了 上面的支架不能固定 小可爱愣住 不是吧 小可爱非常的错愕 完了 该不会要陪梯子起来 怎么办 有点高 如果是以往我只可以跳下去 可是我的脚腕才刚好不久 万一在受伤了 就当小可爱左右为难 要怎么下去时 爸总出声了 怎么了 害怕吗 爸总展开他的双开门 你放心下来 我接住你 那完了 小白兔要被大灰狼给叼走了 上集说到小可爱的梯子倒坏了 恰好遇到了心心念念的爸总 正当小可爱瞅要如何下去 脚腕才刚好 爸总展开他的双开门说 你下来 你接住你 小可爱很意外 可是我有点重 爸总安抚说 放心下来就是 小可爱鼓起勇气往下跳 一看 这不是接住了吗 爸总抱住小可爱说 小可爱揽着肩膀道歉 小可爱表示 这还是他第一次被人这样子抱 爸总纠正道 应该不是第一次了 你上次晕倒时 我也是这么抱着一抱 小可爱还真没有影响了 突然楼上的助理推开阳开的门 心想 明明听到太叔的声音了 怎么没看到 爸总当然是拉着小可爱 躲在墙角下 捂住小可爱的嘴巴 是一别出声 小可爱问那是谁 爸总眼不眨的 说是公司里的上司 小可爱信以为真 如果被发现了 肯定很麻烦对不对 爸总回答对的 大手转揉着小可爱的脸蛋 哎呦 乳名啊 你的脸也太小了吧 我一只手都能罩住 小可爱抱紧爸总的腰 鼓起勇气向爸总表白 小尾巴都要晃上天了 太叔 我很想你 我从三天前就一直想见 他以为以后见不到了 今天遇到了 我真的好开心啊 萌哒哒地抱着爸总 你肯定很忙吧 要是忙完了 一定要到咖啡店来玩 我会等你吧 爸总想着他可真令人头大 一边又说 哦 真的吗 捏着小可爱的小脸蛋说 原来乳名一直在等我 下次我一定去 小可爱听得非常开心 接着爸总表示 自己要去上班了 小可爱给爸总打气 工作加油哦 俩人就此别过 各自忙手头上的工作去了 爸总回头表示 自己就喜欢简单听话的孩子 夜晚小可爱结束了家教兼职 微笑着鼓励学生考试加油 下周见 拍拍肩膀 一定要完成我不知的作业哦 学生不耐地回答知道了 下班走出电梯门 小可爱偷偷瞄了一眼走了 左顾右盼的 没有见到心中所想之人 难免有些失落 今天应该是见不到面了嘛 就连脚腾的都舍不得坐公交车 车费还想省着买一个三脚饭 太叔现在在干嘛呢 小可爱又想念爸总 小可爱觉得 自己好像喜欢上爸总了 他总是救我于危难间 光是想起他 心情就变得特别美好 好不容易走了那么长的伤坡路 终于要倒载的小可爱 纠结万一自己不在咖啡店 爸总来了走吧 要不要把联系方式给他 怎么来得这么晚 熟悉的声音让小可爱愣住 原来是爸总坐在门口亭边 对小可爱说 小孩子就应该早点回家 小可爱既惊喜又亚然 惺惺惺惺惺的爸总 居然出现在他家门口 你 你怎么来了 小可爱问 这么晚他回来可是会挨骂道 爸总站起身 看着小可爱说 你不是说很想我吗 我想看乳鸣的话 来你家不是更快吗 爸总笑咪咪地说 单纯的小可爱 还摇晃着小尾巴 说是 早知道太叔你来了 我就快把家边的赶回来 爸总弯腰低头进屋书没有 刚到不久 小可爱书包还没放下 就在想要给爸总买吃的喝的 小猪存钱罐 不知道还有多少钱 爸总猛地从他身后抱住了他 摇天哦 小可爱快跑啊 爸总抱紧小可爱 还说你怎么这么爽 爸总要叼走小可爱了 小可爱还傻乎乎地送上门 大灰狼爸总看着小可爱说 我也很想你 小可爱和爸总从遍梯相遇的那一刻起 这缘分也拉开了序幕 我们单纯的小可爱 是个乐观积极向上 打工赚钱替付还债的学生 即使生活的特别拮据 也不抱怨 每天打四份工 一天只是一顿饭 一顿饭还算着买最便宜的三角饭团 舍不得吃三明治 然而在爸总面前 为了感谢爸总帮了他许多忙 从第一次邀请爸总 举他家做客喝杯茶 爸总的魅力 很快让单纯的小可爱心动沉沦 每天还很期待能够遇见爸总 原来我们辱民这么想我啊 单纯的小可爱 小尾巴都要甩成螺旋桨 说是的 爸总盯着香喷喷的小可爱说 我也很想你 小可爱听到爸总也想听他的话 小尾巴更是激动的 晃得更欢快了 真的吗 连爸总看了都觉得 他身后有可爱的小尾巴 爸总问小可爱喜欢他吗 小可爱老是回答喜欢 爸总又问那你谈过恋爱吗 小可爱当然是一次恋爱 也没有谈过 时间端排在打工 兼职的路上 这让爸总感觉有点麻烦 居然还是个未经人事的小孩 但也阻止不了 爸总想吃掉的小可爱 小可爱打工了一天 困得想休息了 排骨汤还没喝 一听爸总亲手炖的白萝卜排骨汤 小可爱开心极了 瞬间不困了 这可是爸总第一次下厨 煲了两个小时的汤 问小可爱味道还行 小可爱当然是回答好喝的 味道刚好 很感动地抱着爸总说 这是他今天第一次喝到最好喝的汤 也希望太叔今天很开心 爸总当然是开心的 乖巧的小可爱谁不喜欢 小可爱问爸总能留下来陪陪他吗 因为每天想见又不能经常见面 爸总轻笑道 当然可以 大灰狼成功拿下我们的乖巧听话的小可爱 好了 这期就说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吧 宝宝们 妈妈 你要去哪儿啊 注意镜头前的女人提着手提包 正想拧开门离开 年幼的乳鸣睡醒地揉着眼睛 看着要出门的妈妈 我一个人害怕 妈妈不能带着我一起去吗 下定决心要离开的女人 转过头哄骗着小乳鸣 妈妈很快就会回来的 宝宝先睡吧 我们的乳鸣宝宝 看着那毫不犹豫 转身离开的妈妈的背影 他不知道的是 妈妈这一离开 便是永远也没再回来 就连隔壁邻居都知晓了 女人丢下年幼的宝宝就跑了 这孩子真可怜 邻居传来怜悯同情的话 以为小乳鸣听不到 实际上小乳鸣听到了那些话 乖巧地坐在地上 心中期盼着 相信妈妈说很快会回来的话 应该不会骗他的 期许着看向妈妈离开闭上的门 什么时候会打开 可是妈妈什么时候才回来啊 回归现在 前面霸总将我们单纯的乳鸣宝宝 吃干过今后的第二天 浑身酸痛到 感觉骨头都要散下的乳鸣小可爱 睡醒了 晕乎乎地想着天亮了 今天是周六了吗 他得去打工了 不对 这周物流中心的监制结束了 不过 我怎么全身都好疼啊 还有屁股 太叔 反应过来的小可爱立马弹起身 想起来昨晚霸总在他家过夜 急忙看着房间 东张西望地寻找着霸总的身影 屋子里除了他就没其他人在了 看样子估计是走了 他昨天实在太累睡着了 听到霸总亲口说的那句也很想他 想到霸总昨天专程过来见他 又没能好好说上几句话 醒来只有他孤零零的一个人 小可爱失落地垂下头 但门突然咔哒一声地开了 小可爱猛地抬起头 看向打开的门 哎哟 醒了 原来霸总没走回来了 怎么哭丧着脸 霸总看着一脸委屈的小可爱 小可爱以为自己在做梦一样 不可置信地看着出现在他面前的霸总 霸总不明所以的有些疑问 激动的小可爱猛地扑进霸总那宽厚的双开门 紧紧地抱着霸总的腰 太疏 你去哪了 我还以为你走了 小可爱开心地抬起头看着霸总 霸总说他当然会等乳鸣醒过来再走了 脸都要笑出一朵花的小可爱回到 抱歉啊 我睡了这么久 睡得好就行 乖巧的小可爱抱着霸总说 其实你把我叫醒不就好了 你一个人多无聊啊 下一秒肚子传来了咕咕叫的饥饿声 我们的乳鸣宝宝尴尬地顿住了 霸总揉了揉宝宝松软的头发 让他去洗把脸吃饭 捏起小可爱的下巴问 你想吃什么 小可爱当然是开心地带霸总去汉堡店吃汉堡吧 像小松鼠一样吃得津津有味 霸总想带他去买更好吃的 在小可爱角度看汉堡是最好吃的一餐了 太叔你也快趁热吃吧 又注意到霸总脸上的疤痕 小可爱勇气可嘉大胆地问 我很好奇 你做脸上的是什么 霸总的解释是从小就有了 小可爱问可不可以摸一下 霸总也不生气 大方地让小可爱摸他脸上的疤痕 虽说霸总不笑看着就很凶旺 今天温和一笑 小可爱觉得他笑起来脸上的疤更明显 乳鸣这边也有克制呢 霸总也摸着小可爱脸上的纸说道 难得今天有霸总陪伴 画牢小可爱的话题积极喳喳的就没停过 霸总暗想到底是怎样糟糕的家庭 天天被追债的情况下 还能保持这么开朗 算了 反正不关我事 霸总只想要吃到美味的小年糕 软萌又可爱 乖巧又听话 学习很好又不挑剔 技术也不赖 无需费功夫轻轻松松就搞定 这不挺好 吃完饭回去的路上 小可爱聊着之前天天偶遇的事 缘分真是太神奇了 小步伐跟上霸总的脚步 太说你不吃冰淇淋嘛 就他一个人吃觉得很不好意思 霸总不冷不热地表示 他不太喜欢吃甜食 下次不要吃汉堡了 去吃点别的吧 小可爱没想到霸总还想下次和他一起吃饭 看着霸总高大帅气又威猛的背影 小可爱更是感动到满眼是心中的那个霸总 下次 于是欢欢喜喜地上前拉住霸总的大手 霸总回头看着身高不及他肩膀的小可爱 我们一起回家吧 太叔 小可爱满脸欢笑 开开心心地和霸总食指相扣 一起回到那个简陋的小家 到了家门口 平时最是省吃省喝的小可爱 手中的冰淇淋都没来得及吃完就落在了地上 就连鞋子还有一只都没来得及脱下 霸总就迫不及待地想要吃上一口小年糕 隔天上午 霸总亲自开车送小可爱去学校上课 小可爱下车向霸总道谢 早饭也吃得饱饱大 小可爱有些不舍得霸总离开 因为不知道下次见面要到何时遇见 听到霸总说晚点会联系他 小可爱开心地乐开了话 今天也要加油 拜拜 告别了霸总 本想迈着大步烦的小可爱 突赶小腰一阵酸痛而打了的激励 只好一圈一拐地慢慢走 感觉老腰都要断了的疼 但小可爱没有留意到不远处 有人注意到他从轿车上下车 眼神带着不屑与嘲讽 盯着小可爱去上课的背影 也不知道会不会在学校 给小可爱带来什么样的麻烦 当即说到霸总再次吃到美味的小可爱 隔天还顺路送小可爱去上课 临走前还跟小可爱约好了 晚上会来接他回家 本想舍不得霸总离开 未料霸总晚上还要接他回家 小可爱开心地乐开了话 就连平时都舍不得吃三餐的小可爱 今天的午餐也吃上了三角饭团 美美地边吃着饭团边写着作业 早餐和午餐都吃了 感觉饱饱的 熬到明天上午应该不成问题 离开霸总的半天时间 小可爱又想念霸总了 太叔现在应该很忙吧 他都把联系方式告诉我们 小可爱一个人傻乐呵地决定 给霸总发个短信 而霸总这边撬搬了整个周末 正被秘书追着问你去哪了 会长找您 您也不在家 霸总抱双手交叉悠闲地敷衍说很忙 秘书清楚地记得别墅开会的那一天 他在阳台寻找霸总时 听到了霸总调侃人的话 不会吧不会吧 秘书无法淡定地强装冷静 可看到霸总抱住了小可爱那亲密的举动 他无法保持冷静了 秘书不可置信地想要从霸总亲口 说出所认的答案 霸总大方地承认 自家霸总不走寻常路 秘书内心的崩溃谁能赌 刚好手机有短信提醒 霸总无视秘书让他退下 原来是我们的小可爱发来了问候短信 还发现今日的樱花盛开 霸总漫不经心地回复着小可爱的短信 收到霸总的回复 小可爱内心开心又激动 霸总说 什么时候结束 我来接你 这句话就像给小可爱的内心抹上了蜂蜜那半天 太叔说他会来接我 小可爱开心地撒开欢快的脚丫子向前奔跑 下午兼职的店长好奇地问 你今天碰到什么好事了吗 小可爱疑惑地回应 我吗 那除了你还有谁啊 没有了 小可爱的表情喜笑颜开 奋力刷着碗 店长当然是不相信了 因为小可爱根本不会说谎话 待到夜幕降临 小可爱心情愉快地哼着歌 干力十足地做着收尾工作 结束工作 终于下班的小可爱 焦急地四处寻找霸总的声音 不远处停留的叫车 响起地喇叭引起了他的注意 下班了吗 快上车吧 霸总早已在车上等候多时了 小可爱坐上了车 太叔等很久了吗 霸总说自己也刚到 小可爱开心地跟霸总诉说他一天的思念 霸总平静地说 那下次也来接他下班 小可爱别提有多么欢喜 但霸总的态度看着就毫不在意 因为他只想交个随时可脱身的便宜男友 霸总跟着小可爱一起回家 小可爱画包的聊天方式打开就停不下来 可爱的宝宝神神秘秘地跟霸总说 有东西要给太叔看 降降 小可爱搬开了花盆 给霸总说他把钥匙藏在了花盆底下 这样下次你过来的时候 要是我不在 你就可以进去等我来了 霸总表示自己知道了 别人我可不会轻易告诉他 因为是太叔 所以没关系了 一进门霸总就迫不及待地抱住小可爱 刚回来的小可爱饭都还没吃 小可爱书包都还没来得及放下 就被霸总捞起霸总 小可爱摇摇晃晃地夸霸总 不仅跑得快力气也好大 霸总却嫌小可爱叽叽喳喳地说个不停 吵死了 火聊心急的霸总将小可爱压在桌上 小可爱想让他等一下 霸总气身压制着小可爱 行了安静点 你不是说想我吗 痴情的小可爱真的太喜欢霸总了 强烈地表达自己对霸总的想念 可扎公霸总只想立马赐掉小可爱 还想直接切入主题 不需要扩张 小可爱还傻乎乎地问霸总 我们是在交往霸 小可爱表达对霸总的喜欢 冷酷无情的霸总却不是这样想的 面色阴沉地紧紧摁住小可爱的头 啊 对不起 是我让你有所期待了吗 无情霸总只想吃便宜的年糕 不想有感情羁绊 阿姓了扎姓了老铁们 纯情小狗狗蒙心出洞 人生初次都交给了霸总 我们这样是在交往吧 听到交往 无情霸总面色阴沉摁住小可爱的头 声音冷泪地道出 啊 是我让你有所期待了吗 小可爱不明白这话的含义 霸总话中嘲讽 辱名 你真单纯 不是所有发生关系的人都要教我 还有 我对谈恋爱根本没感兴趣 我只是希望像现在这样 经常见见面就行 话完便松开摁住小可爱的头 如果你不愿意 那现在就告诉我 受到无情打击的小可爱 见霸总要走 小可爱慌乱地叫住霸总 不是的 我愿意 不想再也见不到霸总 违心地说自己对这种事不太了解 可能误会了 我觉得像今天这样 一直相处下去很好 如果让你觉得有负担的话 真的很抱歉 局促不安的手 害怕失去唯一喜欢的人 即便说着违心的话 也想要得到霸总 允许他继续单方面的喜欢 轻蔑的眼神 无情的声音 这是你的事 喜欢与否都随你便 还要继续诱哄受伤的小可爱 我们继续刚才的事吧 带到次日晨曦高高的举起 吃干抹尽后的霸总 冲完凉走出浴室 撑着门框再次吐槽门好地 看着刚昏睡不久的小可爱 叫他该起床去上课了 小可爱扛着疲惫酸痛的身体 挣扎爬起床 大总说 我在车里等你 梳洗完就下来吧 画壁便关上了门离开 小可爱转过身 望着那闭上的门 红肿的眼 受伤的神情 仿佛整个人要碎掉了 一个人呆呆地垂着头 想起了昨晚对他所说的话 原来只有自己是单方面的喜欢 想继续见到他 像现在相处下去 就不能有所期待 敢要忘记一段告白失败的恋爱 最好的办法 就是将自己全身心地 投入学习和工作中 下完课的小可爱 抓紧时间收拾桌上的课本 无意间后腰靠上了一背 一阵强烈的酸痛感 令小可爱疼得瞬间 打了的激励 感觉腰以下的半个身体 都不是自己的了 感受到身体的不适 又想到晚上还有兼职 前桌位置过来一个同学 拉开椅子坐下 并问 我可以在这坐一会吗 你都坐下了 还问小可爱可不可以 没错 这个人就是前面看到小可爱 坐霸总的车来上课 不还好意的那种 虽然不知他有什么目的 拿着小组作业的借口 想趁机接近小可爱 小可爱没有搭理他 继续收拾桌装好自己的课本 背上书包站起身婉拒 表示自己还有兼职要先走了 他也会自己找小组成员的 落下话便离开了教室 街上过往的人 总会有两三人乘队出行 被父母抛下 又要替抚还债的小可爱 眼中有说不出的艳险 不敢多想 眼下要紧的 还是先打工还债比较重要 晚上餐馆的生意好到火爆 小可爱忙碌着送餐 给顾客拿8加1 一个小意外酒杯打碎在地 被水煎到的顾客 对着送餐小姐姐生气发火 小可爱站出来 挡在被骂的小姐姐前面 向顾客道歉 对不起 您没受伤吧 我给您重新上一份 问题解决完 小姐姐低头向小可爱认错 善良的小可爱贴心 让他不用放在心上 这边他来收拾就行 又是送餐收拙 转头又进入后厨 奋力刷碗了 一刻也不能松懈下来 好不容易忙到深夜打工结束 平时舍不得多花一分钱 吃三明治的小可爱 实在忍不住身体的酸痛不适 去药店买了止痛要吃 感觉每走一步 都像走在刀刃上一样痛 又拿出手机看看 爸总有没有给他发信息 上条信息 还是小可爱发过去的 记得吃饭 没有收到爸总的回复 小可爱自我安慰 应该是工作太忙了 没能回复 想到昨晚问的那句 我们是在交往吧 爸总的答案 让小可爱觉得自己好丢脸 他始终想不明白 既然不是交往 那这样的关系不是很奇怪吗 从初遇到相识 当爸总说出 下次见面就让他感受到了期待 遇到困难 也是爸总的出手相助 小可爱的一颗真心 也是从中一点一点地感受到 从未有过的温暖和心动 正当他清理自己 对爸总的感情分析时 不知从何飞来的纸盒 狠狠砸中了小可爱的脸上 纸盒掉落到地上 小可爱被砸猛了 不远处还有人在说 都说了我能砸中脸了吧 可以地说 哟 我果然眼力了的 这不是我们老师吗 原来是小可爱兼职家教的学生 前面他貌似看小可爱不爽 会不会欺负小可爱 让我们期待下级更新 上级说到我们小可爱 被天外飞来的盐河砸脸了 可把我们的小可爱给砸猛了 只见盐河的主人走过来 堵住小可爱 戏弄道 哟 这不是我们老师吗 镜头转向另一边 我们的嫖密书开车 接着爸总刚从招标工作回来 叫车缓缓开入拥堵人潮的想到 这一整天一空下来就给我发信息 现在应该睡着或去打工了吧 哪知一瞟窗外一眼 就看到了熟悉的小可爱 被三个不良少年挡住欺负了 为主的是小可爱家教的学生 拿着钱戳了戳小可爱的脸 怎么不说话了 你不是缺钱吗 去帮我买两包烟 剩下的钱给你怎么样 小可爱垂着头没回应 条密书见词 这不是那个奸职生吗 见到小可爱被人拿着钱戳脸欺负 爸总觉得特别荒唐 看着平日自己罩着的人 居然还被人欺负 因为小可爱现在竟然还被抢劫 什么乱七八糟的 连忙叫停了车 不看都知道他要哭了 还拿对方一点办法有没有 却不知我们坚强的小可爱 严肃地抬起头 你们也太不懂事了吧 这可把我们爸总 惊讶到一愣一愣的 小可爱言辞正当地拒绝了 就算家教 我也是个老师 我能给学生去买这种东西 你们父母该担心了 快回家吧 本以为是个软弱可气的小可爱 没想到还端起架子唬人了 气得学生志号 走起小可爱的衣领 不就是个家教 装什么盛起灵人的样 小可爱灵机一动 朝着俩人背后说 啊志号爸爸 您怎么来了 俩人听后果真朝身后看 小可爱趁机冲出包围 撒腿就跑 俩人这才发现上当了 赶紧追 这熟悉的小场面 让爸总和嫖秘书都看愣 难以置信这唬人操作 小可爱哒哒哒 跑得贼溜而快 他在那 听到背后追上来的声音 小可爱手脚并涌 蛮了地爬上屋底 不等他们追上来 小可爱准备地通过屋顶 跳过死胡同 志号啊 不知给你的作业 一定要完成 下次上课再见了 小可爱勇敢一跃 稳住身体安全落地 正心情愉悦地笑嘻嘻时 却不知爸总何时过来 这边的志号 还在努力挣扎着 想办法爬上屋塔 三更半夜 这是在什么呢 怎么 爸总挺身插着腰 盯着上面问 看见来人凶巴巴 高大不好惹的模样 志号怂了 有头带着小弟 灰溜溜地跑 也不追了 又遇到爸总来救他了 小可爱松了一口气 问爸总怎么会在这儿 爸总壁咚着小可爱 这个重要吗 现在居然被高中生追着跑 你看到了 我是他的家教老师 不知怎么搞的 爸总点了点小可爱的脸说 我怕辱民被欺负 就赶紧追了上来 没想到你这小家伙这么能跑 看你这么能跑 就没什么担心的了 走吧 我送你回家 几句担心的话 把小可爱赶用的 他赶来救我一夜 于是小可爱跟上爸总的步伐 可老几只神奇的缘分 每次遇到危险 你都会像今天这样出现 并帮助我 小可爱心想 即使不是交往的关系 也不要紧 只要像今天一样并肩而行 我希望有一天 能成为对太叔有意义的人 朴秘书强坐镇定的推了推 挂在鼻梁上的眼睛 看着爸总开走远去的轿车 还有那扎心的留言 被抛下独自一人吹冷风的朴秘书暗骂 严太叔 你个王八蛋 你就这么丢下我扬长而去 送到小区楼下附近 小可爱叽叽喳喳的聊人 真的听着小可爱叙叙叨叨的话 但爸总显然对小可爱 有另外别样的心思 爸总原以为小可爱 是那种对任何人 都会摇尾起连的人 没想到竟然还会露出那种表情 真意外 可把爸总吸引住了 贴近小可爱说 这么晚了 不如我留下来过夜吧 真的吗 当然好啊 小可爱开心的脸都要开花了 我一个人住没什么感觉 但现在我喜欢和太叔一起入睡 也喜欢为太叔送行 很好 那么 从这来 爸总拍了拍大腿暗示着小可爱 不出意外 小狗狗又要被爸总吃掉了